为了电影拍摄 一行人浩浩荡荡 前往日本重神看景 三部局是一个 它的年代是17世纪 这个台湾里面 其实几乎没有任何景 是符合的 因为我们台湾开发算蛮早的 台湾三部曲 主打大航海时代 以原住民希拉雅族 与其他种族间的冲突发展 描述台湾如何走进世界史 台湾有很多抛开中原观点 而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那希拉雅族就是可以展现 这个观点 甚至说它是很国际化的一个族群 在那个时代 就已经开始接触西方文明 开始接触外界文明 而且有多元性的一种展现 整个电影如果以希拉雅族 做一个重点 我觉得这是很有眼光的选择 而且显示了台湾历史的一个发展中 希拉雅族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相议多样化场景呈现故事背景 设计上马虎不得 但预算吃紧 团队只能为五斗米妥协 选择在台湾搭景 在十七米高的山坡上面 再盖一个十二米高的建筑物出来 就拍戏的美术来说 我们比较少做那么扎实的工程 然后甚至我们必须要跟建筑师合作 因为它有很多结构上的问题 一个竹井就要两三千万在搭景上面 还不含紫灾 还不含橙色 两千年导演魏德胜就已经完成剧本 三部曲加上两部纪录片 拍摄资金高达四十五亿元 直到二零二零年宣布开拍 都还在持续筹资 三四月也在筹备 然后到五月的时候疫情就爆发了 那真的是打乱蛮多节奏的 有蛮多的讨论跟想法 募资这一块会提升蛮多的难度 除了资金以外 还有工程上啊 师傅们也要戴着口罩才能工作 然后钱的影响 当然会拖掉工程的时间 会比较延缓这个样子 疫情打乱了步调 不仅卡住资金也让工程延宕 拍摄面临双向夹杀 二零二零一年八月 魏德胜只好宣布停拍 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这样子做 你看我一个人 我没办法这样拿着拿槌子 我真的有我的难度 这是跟大家说声抱歉 暗瞎暂停见 裡面的各种滋味 导演感受最深 然而柳安花明又遗存 绝处逢生下忽然出现转机 在最痛苦的那个时间 刚好我要让自己冷静 所以就一本书我就拿来看 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做成动画呢 我反而觉得这样子更有趣 因为以实际拍摄的话 有很多的镜头 我们是必须要 因为场景问题 因为场面问题 有些部分是必须要妥协的 长篇电影变成动画 不仅成本砍半执行难度也降低 魏德胜的追梦之路 终于再度骑航